不是一直说吗,Defi是萌生发大财 之前所有的采访,关于问到我Defi,我都不想说 我也不乐意跟大家说 确实是参与的人太多热度太高的话 我们作为farming的大的农场主来说 收益就会越来越低 所以我也不喜欢其他的博主 或者是农场主对外宣传 这个东西在我心目中 就是少部分人赚钱的机会 跟早期挖以太坊 早期分查ETC 以及做ICO,IEO,IFO 今天是IDO是一个道理 本来Centralized Exchange CEX就有很大的问题 他这个收商币费 收这个各种的暗箱操作 造假币,卖假币的方式就起不来 为什么Fcoin起不来 Fcoin其实就是流动性挖矿 早就有这个模式了 那个Fcoin我就深度参与 但是被割了 为什么割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中心化交易所 CEX 这种CEX的模式 它们是在中心化的平台里边 随便作恶 造成了这个Fcoin偷来的崩盘 但是今天的不一样 今天的模式变成了UniSwap模式 UniSwap模式又变成了现在的挖矿的Sushi模式 等等的这个Swap马上会大量上线 挖矿的逻辑也会越来越丰富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它毕竟是去中心化 而且是公开透明的 但是它就是所谓的公开透明 又有很多的不透明 因为你不掌握最新的信息 你就只能错过 这次为什么背着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 不得不上线去中心化的代币 因为再不上线 你就彻底被出局了 因为你的用户 即将大量的 会从那个交易所 把你把用户的以太坊 比特币 还有更重要的数字资产 全提出交易所 去中心化的挖矿平台 或者挖矿 流动性挖矿里面去套利 现在不只是 这个DeFi不只是原来的 这个康胖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 这个借贷只是一方面 借贷挖矿 是流动性挖矿里面最简单的 后面的保险 后面的这些流动性挖矿 交易 包括彩票都会出现 期权也会出现 丰富的喊 这就完全复制了整个华尔街的整个金融 而且是由硅谷的工程师们 带动 带动了上海的这些工程师们启动 北京的交易所跟进 深圳的资金盘也一起上 这么一个情况 各地的资金盘在响应 所以有点 把这个泡膜 就是泡大 然后变成了俄罗斯套 一个套一个 一个绑一个 一个锁一个的模式 我呢因为有点这个经验 有玩的这个东西走 我呢不想让我的朋友们在这里面 说我这个 这个 就是有好赚钱的消息 不告诉他们 所以我一直刚开始没说 后来也没法说了 就不说了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我原来想的只包 只能包住火 现在是只包不住火了 因为这波中心化交易所 一上线以后 直接把韭菜带入 直接来了个几百倍 上千倍的上涨 造成已经只包不住火了 所以这个视频呢 就只能公开了 这个悄悄的挖矿 悄悄的进村的 就打枪的不要 就是悄悄的进村 已经不行了 只能是跟大家说了 DeFi 比ICU还会牛逼 还会疯狂 这个IDO 叫Innotial DeFi Offering 这个模式 今年 第一枪 已经在一周之前打响了 同志们 不进来 你就落伍了 好吧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